我被法院判了刑,十年,进监狱那天,我懊悔不已 我想起了那次,嫂子被堵着嘴,双手双脚被绑着 躺在我面前,她挣扎着,呜呜地哭 从那次以后,我便再也把持不住 事情还要从头说起,一年前,我大学毕业 拿到毕业证后,立马就和女朋友结婚了 婚后,我入职了一家外贸公司 受疫情影响,公司一直不死不活 再吃老本,公司不行,我的薪水也不行 老婆因此常和我吵架,她性格要强,嘴上功夫了得 当学校的你农我农,遇到生活的柴米油盐 就会被现实鸡的粉碎 这天早上,我又被老婆对了,而且对得体无完复 我一脸郁闷地坐在工位上 怎么回事,兄弟,又挨老婆骂了 旁边的同事凑过来,关心地问 笨,我郁闷地点了点头 这同事叫李勇 二十七八岁,比我大一点 是公司的组长 从入职那天开始,我俩的工位就挨着 他虽然入职比我早 但我俩工资差不多 然而,和我的窘迫不同的是 他经常出手阔绰 还总请同事们吃大餐 有时我很疑惑 同样是靠工资,他哪里来的闲钱 李勇经常关照我 当我是自己兄弟,不但在工作上 在生活上也常帮助我 他有时还借给我钱 帮我渡过难关 我很是感激 他老婆是个标准的美人 而且是个混血 经常来公司送饭 两人总爱在同事面前秀恩爱 大家都看得眼红 有时,我觉得自己的婚姻生活和他一比 立刻没有了颜色 他很幸福,我很凄惨 这不,说什么来什么,李勇的妻子又来给他送饭了 他以一副成熟的人妻模样出现 一身黑色职业装 前涂后翘 身材极好 身体半长 春光无限 这可把我老婆比下去了 李勇 我来给你送饭了 他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 谢谢老婆 李勇答应着 接过饭盒后 便一把搂住了他 两人旁若无人的热闻起来 嫂子身材真好 好吃不过饺子 让我也抱抱嫂子 办公室里说啥的都有 虚声四起 我也跟着起哄 夫妻二人也不生气 李勇甚至还在他老婆身上乱摸一通 一点也不避讳大家 他老婆虽然脸犯红韵 但毫不害羞 还跟随着李勇的手伸吟着 同事们像是在剧众看小电影 更加沸腾了 我也跟着笑 暂时忘记了老婆的咒骂 李勇和他老婆都挺放得开 性格开朗 乐于助人 一看就是好人 只是 这恩爱秀的 未免有点露骨了 我正琢磨着 电话响了 老婆打来的 我的头翁的一下 想起他早上骂窝囊废的样子 紧张地接通了电话 我的鞋坏了 怎么出门 老婆在电话那头发着脾气 不是还有鞋吗 我小心翼翼地说 生怕激怒他 没办法 挣的钱少 在家没地位就是这样 那么难看能穿吗 能吗 能吗 我就问你能穿吗 老婆连猪炮似的发动攻击 那我再给你买 买 就你挣那两个钱 窝囊废 老婆啪的一声挂了电话 我刚好了一点的心情 又被阴郁笼罩 老婆说的也对 我连双心鞋都给老婆买不起 可不就是个窝囊废吗 我不由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电话声音大 李勇显然是听到了我们的对话 他放开他老婆 掏出一打钱放在桌上 兄弟 我手头宽松 这钱不用还了 有一千块吧 我抬头看着李勇 心里别提多温暖了 眼泪在眼眶里打转 李勇的老婆走到我身边 弯下腰 附在我耳边轻声说 女人好哄 有机会 嫂子教你怎么做个真男人 我连连点头 说谢谢嫂子 抬眼一看 嫂子那敞开的领口里 一片让人热血沸腾的风景 我连忙扭过头 不想让李勇误会 他那么照顾我 他是我大哥 嫂子款百腰之 离开了公司 臀部那性感的曲线 异常诱人 临走 他扔回了一句话 李勇中午要休息好 记得晚上的时候 是要交工两个嫂子 不知谁接了一句话 我和李勇一起回去交把嫂子 大家哄笑起来 李勇也不生气 跟着大家呵呵直笑 我都快听不下去了 要是有人敢这么调戏我老婆 我早就跟他干起来了 李勇却坐在我身边 说没事没事 大家都是兄弟 开个玩笑而已 他关心地问我的家庭情况 我告诉他 我的家境一般 家里既没有什么显赫的背景 我个人也没有什么过人的能力 老婆看不起我 但她是个好女人 只是对物质的需求欲望比较高 以我目前的薪水 无法让老婆非常满意 李勇听了黑黑一笑 表示自己夫妻俩就很和睦 而且夫妻生活非常和谐 我问他是怎么做的 他说没什么好的办法 就是努力多挣点钱 让自己和老婆生活的更好 毕竟夫妻本是同林鸟 无论婚姻关系多么牢固 都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如果没有物质的支撑 任何婚姻都经不起考验 我觉得他说的对 可是钱呢那么容易挣啊 况且我又是个刚参加工作没多久的菜鸟 除了想办法靠生殖来加薪 没别的好办法 再说对公司没啥贡献 那个老板会给你升职加薪呢 李勇神秘的笑笑 说给别人打工 发不粗长不大 跟着他混 保证亏不了我 并说晚上请我喝两杯 放松放松 他请我吃了好几次饭了 这次绝不能让他再花钱 我打定了主意 晚上我们去了一家火锅店 让人没想到的是 说好的两个男人吃饭 李勇竟把他媳妇也叫来了 那个完美人妻模样的混血嫂子 嫂子没有换衣服 还是白天去公司穿的那件低胸身体 坐在我正对面 他胸前的两坨 几乎是放在桌子上的 这让我有点紧张 我们中间虽然隔着个火锅 但却挡不住我的视线 要想视而不见 根本不可能 然而李勇好像并没注意 一杯一杯和我喝酒 慢慢的 酒一上头 我也就放开了 一边聊天 一边偷瞄着嫂子 每看一眼 心脏就扑通扑通的跳 嫂子对我格外关切 不停的往我盘子里加涮菜 每次她一抬手 胸前那两坨 就碰得碗碟叮当响 我不停的感谢她的殷勤 手却因为紧张和激动而发抖 一不小心打翻了水杯 水洒在自己衣服裤子上 服务员见状 连忙拿着抹布跑过来 想给我清理 李勇在旁边 驱赶着服务员 去去去 我重视你能干好吗 嫂子接口 是啊 我兄弟是个金贵人 你可别把他又弄脏了 去去去 服务员走了 一脸都不高兴 嫂子走过来 一边拿纸巾给我擦桌子 一边埋怨我怎么这么不小心 她眼睛里满是温柔的关切 我感动的什么似的 要不是因为自己是个男人 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 桌子擦好了 她又来擦我的衣服 然后又擦我裤子 在我大腿根部擦拭着 时轻时重 这不是擦拭 是抚摸 我像踩到了店门上 浑身上下说不出来的感觉 美妙地想要飘起来 嫂子的手之轻之重 撩拨起了我原始的欲望 我的身体迅速起了变化 嫂子看着我的变化 捂着嘴痴痴地笑着 回到了座位上 脸上泛起阵阵红韵 火锅里冒出热气 挡住了嫂子的脸 那红韵实眼实现 让嫂子越发妩媚动人 我的心里痒痒的 抑制着内心的冲动 抑制着想喷发出来的情感 啪 李勇使劲拍了下桌子 嚷着 看什么看 我吓了一跳 以为他生气了 连忙低下头 不敢再看嫂子 谁知李勇瞪着眼 指着旁边桌上那人 继续说 看什么看 那人也拍了一下桌子 吼着看看怎么了 我忙问怎么回事 他一直盯着你嫂子看 半天了 你说气人不气人 李勇说 旁边那人喊着 露着胸 不就是诱惑人来的吗 还不让人看了 他骂的 你看就不行 李勇二话不说 抄起个酒瓶子就砸了过去 那人躲闪不及 脑袋开了话 骂的 老子弄死你 那人抓起酒瓶子 打了过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 一个桌子被掀翻了 碗碟什么的碎了一地 我们的火锅也掉在地上 两人身上沾了好些油 大家好 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 喜欢听故事的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嫂子在一旁看着 也不紧张 他知道李勇练过跆拳的 我当然也知道 所以根本没想着帮忙 看着李勇三下五除二 就把那人制服 那人犯错在先 自认倒霉 爬起来一瘸一拐的走了 火锅店的老板跑了出来 看着一地砸烂的碗碟 想打电话报警 李勇从兜里掏出厚厚一打钞票 摔在收银台上 够不够 有五千块了 几个碗碟 撑死也就几百块 李勇这出手太大方了 他这钱都是哪来的呀 我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够了够了 店老板拿起钱 点头哈腰的 给我们换了一个新火锅 李勇打电话 让人送了一套新衣服 换上新衣服 李勇有点兴奋 干了一大杯白酒 嚷嚷着肥水不流外人甜 让自己人看 也不能让外人看 我听着 有点尴尬 知道他发现 我看他老婆了 但他竟然似乎并不介意 他真把我当自己兄弟了 是个好大哥 李勇喝得有点多了 跑去厕所吐 嫂子也没管他 只是不停给我夹菜 嘘寒问暖 还跟我碰了杯酒 我一仰脖就干了 眼巴巴地盯着他 放在桌上那两坨 我觉得我的眼睛 一定快要喷出火来了 桌下有东西 在我腿上爬 小虫子 我低头一看 见嫂子赤着脚 正用脚趾蹭着我的小腿 高跟鞋歪倒在一边 他的脚 结板光滑 每个脚趾都做了指甲 红红的 娇艳雨滴 我心头的火呼的一下就燃烧起来 瞬间口干舌燥 他用脚撩起我的裤腿 从我的小腿开始慢慢向上蹭着 蹭着 嫂子这是喝多了吧 无意的吧 我不敢说话 咽了咽口水 假装什么都不知道 却死死盯着他那玉石踢透的脚趾 好看吗 我刚做的指甲 嫂子用手托着下巴问 原来她是故意的 恨了 好好看 我语无伦次的说 不相信这是真的 嫂子是喜欢我吗 我不太相信 觉得自己要啥没啥 嫂子这么优秀的人 怎么会喜欢我 这一定是在做梦 纯梦 我掐了自己一下 还挺疼 真热 嫂子扯了扯自己的领口 我能看到的更多了 她干脆把脚撬了起来 放在我的腿上 嫂子脚痒 能帮嫂子挠挠吗 我听了 心里扑通扑通的跳 别说挠挠了 把嫂子的脚抱起来 亲两口我都愿意 看着腿上放着的 那只美丽的脚 我不知道该答应 还是该拒绝 快 痒 嫂子轻轻哼了几声 我被这哼哼的声音撩拨 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 一把抓住了嫂子的脚 李永亮亮呛呛地走了过来 一看就是吐了 我赶忙松开手 嫂子也放下脚 穿好鞋 来 兄弟 干一杯 李永又端起酒杯 老公 少喝一点 嫂子劝着 男人喝得正高兴 女人哪能劝得住 李永一痒不干了 嘴里嘟囔着 少喝什么 一个大男人 不抽烟 不喝酒 还有什么乐趣 你这样 身体会越来越差的呀 嫂子温柔地看着李永 那眼神 让我想起了上学时的老婆 从结婚以后 老婆就没这样看过我 她总是瞪着眼 再也没有了上大学时的温柔 走开 李永一把推开嫂子 老娘们 懂什么 你是不是盼着我喝死了 你好改嫁 嫂子淡淡地叹了口气 哎 喝死倒好了 早点让我结束这手活寡的生活 李永趴地拍了一下桌子 瞪起眼睛 终于说实话了是吗 我那方面是不行 但我只要没死 你就别想出去吓混 嫂子也瞪起眼 骂着 有几个臭钱了不起吗 银样落枪头 你也知道你不行 不行还拴着我干什么 大家一拍两散算了 李永摔了个杯子 两人都不说话了 我也不好劝 毕竟这行不行的 是人家两个人的隐私 服务员们也不敢上前劝 刚才已经打了一家了 他们都怕伤到自己 没一会儿 嫂子悠悠地叹了口气 说自己命不好 主动抚着李永的胸口 让他不要生气了 还承诺 找好大夫给他治病 说着 用眼角魅惑地扫了我一眼 我被他瞄得 一阵剧烈的心跳 心想 李永守着这么妩媚的女人 怎么会不行 兄弟 李永塌了口气 看着我 脸喝得通红 我连忙答应 不要怕女人 他们眼里只有钱 哪怕你不行 但只要有钱 什么货色都有 恨啊 我连连点头 答应着 哥那方面不行 以后哥走了 就拜托你照顾你嫂子了 李永用力握了握我的手 我没敢答应 只说没事的 劝李永赶紧找大夫治病 他没接我的话 只说让我以后跟着他混 保证收入飙涨 我一听收入能飙涨 又想起了他刚才甩出去的五千块钱 便坚决地表态 以后一定跟着永哥混 他让我向东 我绝不往昔 他让我打狗 我绝不碾击 气氛渐渐好转 我们聊着 笑着 很快就到了饭店打烊的时间 李永已经喝得烂醉 我还算清醒 驾着他上了他媳妇的车 很快就到了李永家 我和嫂子费了好大劲 才把他弄回家 我们都累得够酱 李永家没有床 是日式的榻榻米 我们三个都倒在了地上 我也喝得差不多了 我呼呼地喘着气 嫂子 李永怎么这么重 像头死猪一样 喝醉了都这样 还好有你在 要不我可弄不回来的 嫂子躺在我身边 也不停地喘着 她的胸部急促地上下起伏 我用眼角的余光 看得一清二楚 不信 你摸 嫂子心都快跳出来了 嫂子拉起我一只手 放在了她的胸口 入手绵软 我的身体像触电一样 麻酥酥的 无比的舒服 嫂嫂子我想抽回手 却又舍不得 你摸到了吗 嫂子喘着 使劲抓了抓我 你摸到了吗 嫂子喘着 使劲抓了抓我 这样的场合 我哪能感到 她的心跳 所有的声音 都被我自己 疯狂的心跳掩盖了 嫂子 别 我哥在呢 我虽然喝多了 但还有点理智 轻轻地往回抽手 她捏着我的手 别离那个死家伙 她喝多了 在旁边敲锣都不会行 说完 她翘起一条腿 压在我身上 一个翻身 侧压住了我 急切地喘着 兄弟 你哥不行 嫂子 嫂子很久没有夫妻生活了 帮帮嫂子 我看着旁边趴着的李勇 惊得魂飞天外 嫂子这也太大胆了 就在李勇身边勾人 我慌忙把她推开 警惕地盯着李勇 她打着呼噜 早已睡死过去 嫂子呻吟了一声 疼 兄弟 你弄疼嫂子了 我听着嫂子 那销魂的呻吟 看着她舒展开四肢 正眼神迷离地盯着我 红唇微颤 嫂子 你真美 我久近上头 有些失魂落魄 眼睛盯着嫂子 脑子响着 嫂子身腿一勾我的腿窝 我一下扑倒在她的身上 她像是被我压疼了 英宁一声 我被这一声勾走了魂 瞥了一眼旁边的李勇 久经上脑 死死搂住了嫂子 狠狠地抓着 轻点轻点地传着 弟弟 弟弟 吊在地上的手机响了 屏幕显示老婆的名字 我像被人兜头浇了一盆冰水 彻彻底底的凉了 别理他 嫂子疼你嫂子伸手勾住了我的脖子 看着手机 我眼前浮现出老婆那彪悍的咒骂 瞬间没有了一点心情 李勇这时呼噜一声 翻了个身 我吓得蹭一下跳了起来 没命地逃出了她家 第二天上班 李勇和我说话 我都不敢正样看的觉得欺负了嫂子 辜负了大哥对我的关照 连她出差 我都找借口 没去送 到了晚上 我一个人在公司加班 忽然 有人给我谈了个视频 是李勇的老婆 我想起昨晚发生的事 觉得有些尴尬 挂了 没见 视频又谈过来 我犹犹豫豫地接通了 一看 吓了一跳 就见嫂子双手双脚被绑着 挣扎着呜呜地叫着 嘴被什么给堵住了 有个男人的声音说 李勇 你他妈的 有钱不还我 那人说着 刺拉一下撕开了嫂子的上衣 露出一片粉色 他举起一把匕首 抵住了嫂子浑原的胸部 不许报警 否则 嫂子吓得呜呜地叫 用力挣扎着 摇摆着身体 我现在就和你老婆激情互动 那人下手 撕扯着 我吓坏了 想要制止 视频关了 嫂子被劫持了吗 那家伙要对嫂子欲行不轨 怎么办 我慌忙发过去视频 想和劫匪谈谈 被对方拒绝了 我又谈过去 又被拒 我拨打李勇的电话 关机了 关什么机啊 这边都要出人命了 我一边着急忙慌地奔向李勇家 一边拨打他的电话 一直处于关机状态 家里大门虚眼 我一把推开门冲了进去 呜呜呜 嫂子在卧室里哭 哭声让人心碎 我冲进卧室 杀了那人的心都有 但现场没有男人 窗户却大开着 只有嫂子在地上躺着 一地的衣服碎片 她手脚被捆绑 正在地上挣扎 呜呜地哭 泪流满面 我连忙跪在嫂子身边 掏出她嘴里的东西 人呢 人呢嫂子 我掏出手机准备报警 别 兄弟 别报警 你哥欠人家钱 嫂子喘着 胸部激烈地起伏着 明显是受到了惊吓 嫂子别怕 我在这 我安慰着嫂子 就去解她手腕上的绳子 一边解一边问 我哥不是挺有钱吗 怎么还会欠别人钱 哎 别提了 快抱住嫂子 快抱住嫂子 嫂子害怕 嫂子抽气起来 我顾不得多想 紧紧抱住了嫂子 把头埋在她的头发中 说着安慰她的话 嫂子头发上真香 一股奇怪的香味 不是洗发液的味道 是一种 一种让人心跳上头的香 我吸着那香气 被刺激的血脉分张 再一看 嫂子被捆着手脚 一副裤子被撕破 一副任人欺凌的模样 就呈现在我眼前 而我正趴在嫂子身上 死死抱着她 帮帮嫂子 帮帮嫂子 嫂子扭动着 我的授欲 被她这句话 和那香气彻底激发出来 瞬间忘了一切 用力撕拉了嫂子剩余的衣服 嫂子交喘着 伸吟着 救命 不行 求求你 不要 第二天 李永出完差 回来上班了 她和我打招呼 我低着头哼了一声 我不敢看她 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我原本不想的 可是 那奇怪的香气 让我根本把持不住 我找了个借口 请假回家了 一连几天 我都没去上班 我怕见李永 那晚 我发现完瘦以后 就被那奇怪的香气 迷得昏昏沉沉睡着了 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躺在自家的床上 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我身上残留的 全是嫂子身上的味道 记忆里 全是嫂子的身体 现在想想 我真不是个东西 李永对我那么好 我竟禽兽不如 欺辱了嫂子 我决定向她坦白 告诉她所有的一切 并承担后果 我打开电脑 准备写一封忏悔书 一不小心 点击了右下角的一个窗口 被链接到一个奇怪的网站 网站上各种香艳的画面 全是真人动作片 并自动给我推送了一个视频 视频里一男一女 女人的脸被打了马赛克 双手被绑躺在地上 喊着救命 不行 求求你 不要 男人的动作像头野兽 等等 这场景怎么如此眼熟 视频忽然换了个角度 照着男人的正面 那不正是我吗 我揉了揉眼 仔细看看 就是我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 觉得天都要他了 怎么会是我 视频里的场景 正是那天晚上 我契如嫂子的场景 我身上的女人 不正是嫂子吗 我崩溃了 彻底崩溃了 视频停止了 显示继续观看 需要付费 我一把拔掉了电源插头 呆呆地坐在那里 一直坐到天黑 那是公开的网站 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 嫂子的明节怎么办 我以后还要不要活 李勇会不会杀了我 左思右想 我觉得这是有蹊跷 一定是有人陷害我 得想办法查清真相 但在那之前 我得先去向李勇道歉 哪怕他就是杀了我 我也心甘情愿 毕竟是我做错事在先 李勇正在家看电视 招呼我进屋坐下 我向他坦白了一切 并告知了被人偷拍视频 放到了网上的事 同时恳求他的原谅 我愿意做任何事弥补 出乎意料 李勇并没有生气 冲我是喊着 招呼老婆出来 卧室门一开 嫂子披散着头发走了出来 他披着睡衣 里面似什么也没穿 看到我 脸微微红了红 想征性地裹了裹睡衣 我很尴尬 站起来 向嫂子深深拘了一躬 坦白自己是个禽兽 侮辱了嫂子的明节 恳求他的原谅 如果他想报警 我也心甘情愿被抓 李勇看着嫂子 笑了笑说 都告诉他吧 否则他可能真的会内疚一辈子 嫂子一脸红韵 点了点头 原来 这一切 都是李勇夫妇设计好的 身体不行也是假的 起初李勇怕我不同意 便让他老婆勾引我 原本 吃火锅那天 我就差点就范 是我老婆的电话 破坏了一切 后来 李勇夫妇别出心裁 设计了个嫂子被凌辱的主题 引我上钩 那个背景男劫匪 就是李勇捏着嗓子假扮的 而嫂子的发香 是一种药 能激发人的原始欲望 我沦陷之后 李勇偷拍了视频 稍微剪辑了一下 给他老婆打了马赛克 卖给了境外成人网站 那我呢 我露着脸 我还要不要活了 我怒吼着 想着以后自己肯定完蛋了 别说被我老婆看到了 就是被任何一个熟人看到 我都别活了 那是境外网站 境内登陆不上的 李勇给我递了一支烟 安慰我 我一把打开他的手 那我怎么打开了 你这种情况 是几亿分之一的概率 比中彩票还难 李勇捡起烟 点着抽着 我他妈弄死你 我吼着 抓起桌上的茶杯 想砸到他头上 嫂子拉住了我的手 搂着我的腰 柔声说 兄弟别生气 嫂子人都是你的了 你还在乎别人干嘛呢 说着 他拽着我坐下 解开睡衣 把我的头搂在他的胸口 一股熟悉的体香传来 我还在愤怒之中 哪管那么多 一把推开嫂子 把茶杯砸到了李勇头上 茶叶留了他一脸 他没动 也没说话 继续抽着烟 我怒气未消 在他头上砸碎了第二个茶杯 血顺着他的脸 流了下来 行了吗 李勇瞥了我一眼 问 我怒吼着 不行 你死了才行 李勇没说话 掏出手机 打开偷拍的我和嫂子的视频 定格在一个地方 反复播放 画面里 嫂子被捆着手脚 泪流满面 反复伸吟着 救命 不行 求求你 不要 这句话 在当时听来无比诱惑 但在现在听来 却让我觉得恶心 听见了吗 听懂了吗 你这是强奸 李勇关了视频 擦了一把脸上的血 不慌不忙地说 我愣住了 原来他还留有后手 如果你在没完没了 我就报警抓你 少说判你十年 如果你不配合 我一样报警抓你 李勇表情冷漠 配合什么 我目瞪口呆 不知道该说什么 觉得李勇一定还有下文 嫂子凑了过来 搂着我 哄着我 说是已至此别生气了 以后一定好好疼我 他身上那独特的香味又出现了 我意乱情迷 难以自持 没发完的脾气瞬间消失 李勇看嫂子腻着我 掏出两打钱 拍在我手上 让我自己数数 我翻了翻 两万块吧 对我来说 是笔巨款 李勇说这是视频收入里 我的那一份 迟早是要给我的 今天这个时机刚刚好 还让我以后跟着他干 原来 他是想让我跟他配合 拍摄小视频 我攥着手里的钱 闻着嫂子的味道 看着李勇被我砸烂的头 不知道该怎么取舍 李勇按住头上的伤口 说自己和嫂子 其实并不是福气 嫂子是境外网站派过来 协助拍摄视频的 还要帮助李勇发展下线 发展演员 最终把网站做大 李勇看我老实 又缺钱 便想拉我入伙 但又怕我不同意 便和嫂子设计了这个局 让我就范 我终于明白 李勇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 他挥金如土的背后 是违法犯罪 李勇笑了笑 说一个视频的收入 从几千到十几万不等 你不说我不说 谁知道 为难门子法 犯难门子罪 他问我是愿意跟着他干 还是愿意回去挨老婆吗 或者是以强奸罪被抓 我看着手里的钱 犹豫了 嫂子抓起我手里的钱 硬塞进我的兜 撒着娇 说想我了 那一样的香气 又从他头发里传了出来 我把持不住了 紧紧搂住嫂子的腰 手伸进了他宽松的睡衣里 嫂子带着我进了卧室 卧室里的地上 正躺着个裸体男人 旁边架着摄像机 出去 嫂子说 那男人抓起衣服裤子 挡住要害 跑了出去 嫂子一把把我按倒在地 就在摄像机前面 从那天以后 我彻底沦为了李勇的工具 我一边作为主演帮他拍视频 一边帮他物色更多的男演员 而嫂子则物色了更多的女演员 我们的拍摄规模越来越大 人员越来越多 收入也越来越多 没多长时间 收入就已经突破了五百万 为了能更好的经营下去 我们租了一个废旧仓库 把里面做了很多隔间 每个隔间一个主题 浪漫的 恐怖的 奇异的 我个人的收入也越来越多 买了房 买了车 但从那以后 我再也没敢碰老婆 因为体验更多美女的副作用 就是传染病 我得了不可描述的疾病 我怕传染给老婆 没多久 老婆便发现了我的秘密 和我离婚了 临走骂了我一句渣男 很快 我就有了车 有了房 有了钱 但也失去了很多 精神和肉体的都有 我的下体开始有小范围的溃烂 然而 事已至此 我已无法回头 只能硬着头皮继续下去 一边拍视频 一边服药治疗 直到有一天 警察打开仓库的大门 一涌而入 我们所有人都被抓了 几乎所有人都没穿衣服 都正在摄像机下面忙碌着 最终 法庭宣判 以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判了我有期徒刑十年 没收了我所有的违法所得 李永和其他那些演员 也均被判刑 而嫂子 虽然是外国国籍 但因为是在国内犯罪 也被判了刑 闹剧终于落幕了 这场闹剧带给我的伤害 是永远无法磨灭的 感谢你们的耐心观看 和我们一起探索 无穷的灵感故事 别忘了点赞分享和订阅 让我们的灵感传遍整个盒子 再见了